这个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英文 我所有所说的教育都是 学校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爸爸妈妈跟你什么是对的 有了英文以后 我觉得他们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记得1985年 我第一次利用个暑假去了澳大利亚 去澳大利亚之前 我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从小受的教育 是我们要去解放全人类 结果到了澳大利亚发现 人家需要解放我们先